记者庄佩以台北报道,南韩夯剧《太阳的后裔》,鬼怪及绅士的品格金牌编剧《金恩书》,经传和竭离12年的企业家丈夫因性格不合离婚,让她难过到无法出席今天的新剧发布会《金恩书》于2006年结婚,之后和丈夫育有一女,去年5月她凭鬼怪获得百想一数大赏识, 虽曾公开向丈夫和女儿表达深深的感谢,不过据还没报道,金恩书曾透露夫妻感情不母,决定各走各的路,而今天学习新作杨光先生,也是因正在处理离婚事宜报道一出,金恩书立即在社群网站否认,怎么睡醒后,就变成失婚者,还讲得像是真的一样? 直指没有离婚,一家三口感情很好,且孩子刚刚回韩国,就见到这样的报道,让人觉得荒唐又气恼,随后处澄清,因为必须在下周前完成杨光先生最后一集剧本,所以才缺席发表会,也宣传该剧很有趣,希望大家将重点放在戏剧上。 金恩书无故被离婚 翻射推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